曹爽重拂 亡霜被斩 陈仓失守 曹真的自以为是终于将魏国大军陷于险境 他看出蜀军梁道已通 雍梁必失 而雍梁一旦失守 整个大魏就会面临亡国之灾 想到此处 曹真更加胆寒 他作为军队最高统帅 却犯下如此大错 他知道就算诸葛亮不杀他 曹锐也必会杀他 心惊胆战之时 副将郭怀想出一计 他让曹真上奏朝廷 称并谢侄 将大都督兵权交给司马懿 让司马懿迎战诸葛亮 曹真听后觉得此技可行 立刻派儿子曹爽火速赶往洛阳见驾 曹锐闻听兵败 本想重责曹真 但看到曹爽浑身血迹斑斑 还断了一条左臂 想到他英勇作战不畏生死 曹锐又说不出斥责之话 只好饶过曹真之罪 让华星紧急召遣司马懿 封他为大都督 接管曹真兵权 就这样 司马懿再次被委以重任 掌握魏国大军 在去雍良赴任的路上 司马懿抓获几个从前线跑回来的逃兵 疑问才得知 自卫军大败后 营中军心不稳 日日都有士兵逃跑 司马懿闻之大怒 赶到军营后立刻升仗点将 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处斩副都督郭怀 指责其执法不严 将令一出 郭怀吓得面如土色 仗中重将纷纷跪地为其求情 用性命保证绝对不会再有逃兵 司马懿本就是想用郭怀立威 眼下目的达到 顺势免出郭怀死罪 将其拖出去重仗四十 接着 司马懿下达严令 自今日起 如果再有逃兵 连所属上级一起斩首示众 士兵逃跑 斩校尉 校尉逃跑 斩将军 将军逃跑 他就自尽谢罪 众将被司马懿气势震慑 皆不敢多言 下定决心要整治逃兵一事 就这样 司马懿略施小记便稳住军心 接着 司马懿又让士兵把率案抬下去 立刻打造一座铜案 而他的第二道军令是给全军将士放假两日 让他们尽情喝酒吃肉 接着 司马懿又下达第三道军令 让把前一阵子有功将士的名单报上来 他要亲自过目 凡是斩杀过两个属军的都赏钱五百升一级 以此类推 直到各位将军 而没有斩杀过蜀军的 立刻斩首示众 众将喜忧参半奉命离去 至此 司马懿只用三条军令 就让魏军脱胎换骨 士气大振 诸葛亮知道司马懿接任大都督后 忧虑不已 魏延却小视司马懿 他觉得诸葛亮能用空城剂吓走司马懿 就足以证明司马懿绝非诸葛亮对手 魏延本是想拍马屁 却不料拍到了马腿上 诸葛亮听后转身斥责魏延 他表示 空城既只是侥幸 而司马懿其人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司马懿身之兵法 胸有韬略 是天下第一首成大将 只要司马懿身钩高雷 避而不战 蜀军就无法前进 这正是诸葛亮的忧心之处 蜀军千里北伐 攻城本就是劣势一方 若是拖到大后期 局势对他们极为不利 想到此处 诸葛亮决定设计 把司马懿大军引诱出来一举歼灭 于是派魏延率兵阳攻武都和英平 而真正目的是要截杀司马懿的援军 这正是围城打员之计 魏延领命离去 率领三千兵马围攻武都 司马懿得知消息后 召集众将议事 询问有谁敢带兵救援武都 奉威将军孙黎出列请战 司马懿便派孙黎领兵三千十元武都 孙黎走后 司马懿遣散众人 只留下张和和郭怀 他语气沉重地对郭怀说 让他准备好三千构棺材 孙黎回不来了 郭怀听后不解其意 司马懿缓缓说出原因 原来他早已看破诸葛亮计谋 知道诸葛亮表面攻打武都城 实则想伏击他的援军 但即使看破 司马懿也必须派兵救援 因为武都城是大营侧义的保障 如果他不救援武都城 万一武都被迫 周围城池的守兵必会心寒 觉得司马懿不会救他们 到时候只要诸葛亮一出兵 周围城池就会纷纷投降 后果更加严重 所以他明知道诸葛亮早已布下陷阱 也不得不派孙黎去送死 这正是诸葛亮计谋的高明之处 说到此处 司马懿转头痛哭不已 郭怀这才明白其中猫腻 他与孙黎感情深厚不忍孙黎白白送死 当下请命率兵三千接应孙黎 司马懿一听瞬间收住孤身 答应郭怀 看来司马懿之所以假哭 正是为了引郭怀上钩 再说孙黎带兵行至武都城附近 正好撞见魏炎的伏兵 孙黎还想与魏炎大战三百回合 魏炎却不和他交手 直接下令放箭 两边山上伏兵骑出 箭矢如鱼 孙黎的三千兵马伤亡惨重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后面郭怀率领援军及时赶到 二人冰河一处冲出重围 魏炎回迎将战况如实禀告诸葛亮 诸葛亮赞叹司马懿 果真是老谋深算 他派魏炎阳攻武都 司马懿就派孙黎假救武都 他让魏炎埋伏孙黎 司马懿就派郭怀救回孙黎 面对诸葛亮的锦囊妙计 司马懿低档的无懈可击 眼看此计不成 诸葛亮灵机一动 又想出一计 他决定轻率五千兵马 去武都抚明 仍未言率领大军 在营中埋伏 诸葛亮正是要以自己为耳 调出司马懿这条大鱼 司马懿得知诸葛亮 去武都抚明后 心中琢磨一番 他觉得诸葛亮 正是在用自己做诱饵 想勾引他去攻打武都 而武都城外肯定藏有伏兵 想到此处 司马懿自觉战机到了 他派上将张和领兵出战 趁夜袭取诸葛亮大营 张和带领兵马 冲进蜀军营寨 结果正中魏严埋伏 而张和不愧是五子良将 征战沙场多年 虽然物重埋伏 但他临危不乱 立刻改变阵势 集结士兵 强行冲破包围圈 魏严率兵在后面紧追不舍 张和率领残兵 行至半路 迎面又遇上张包的兵马 张包一听张和敢侮辱其父 怒火滔天 拿起武器 拍马直取张和 二人争斗数个回合 张包武艺不惊 被张和一刀打落马下 诸葛亮看到张和勇猛 不渐当年 内心已有忌惮之意 当下让魏严放开缺口 将张和引入剑阁道 又派姜维率领2000公弩手 在剑阁道埋伏 誓要一举击杀张和 剑阁道本是一条山路 两面都是绝壁 张和突然重围逃入剑阁道 看到子弟如此阴森 内心已有不祥欲感 果然将为带领扶兵骑出 居高临下 发射乱箭 张和无从躲闪 身中戍箭 惨死当场 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张和兵败消息传回大营 司马懿气急败坏 表面来看 司马懿痛心疾首 但他到底是不是故意设局 害死张和 那就不得而知了 就不得了